Hi 這一集我想用四個原因 去說服你 和我一起 反對同性婚姻 反對 OK 哪四個原因 首先我把它分成四個不同的層面 或者層次 首先它就是 道德層面 我們中觀就是過去一百年 近代這一百年裏面 我們看回所有用文字記錄 同性戀者在社會裏面所得到的歧視虐待 甚至乎暴力 甚至乎謀殺 凡此種種這些 這麼令人害怕的經歷 是不是來自同性戀者呢 不是 沒錯 是來自異性戀者 嗯 好了 婚姻 是異性戀者的 的東西 同意嗎 同意嗎 當你是怪物地處理的這一幫異性戀者 在他們 那個 憐憫 報師 慷慨解囊的情況之下 把他們的那些 借來擁 拿來擁 你覺不覺得很缺德 你覺得很沒有道德 如果你覺得很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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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幫人 或者這一種人 他們不是一個半個 而是 很多的世代 甚至乎 會編寫一些教材 定立一些法則 甚至乎是傳統的習慣 甚至乎是一些 虛假的 傳言 就是要世代去傳承 對 同性戀者的 歧視 藐視 敵視 然後再衍生 因應不同年代的科技和武器的研發 然後就拿來去 剛才我所說的 虐待 殘殺 甚至乎謀殺 在他們腦海當中 塑造出來的 那個 一定要 潔淨 消滅 不可以讓同性戀 在我面前出現 或者有同性戀行為 在我生活的環境裡面 衍生 不可以 一定要很乾淨 然後今天 你問這幫人 我可不可以和你們一樣 結婚 好無道德 好 第二個層面 實際一點 好嗎 我們來講法律 好 在法律層面上 我假設 你生活的那個地方 數一數一數 當時 現行的法例 有100條 簡單一點 有100條 異性戀者 一定要把這100條 都要守齊 或者這100條法律 都可以 約束到 或者用來管 這幫異性戀者 而同性戀者 在相同的地方 只需要守 90條法律 另外那條法律 無論有多苛刻 變態 不合理 什麼都好 對他來說 根本不關他的事 無論做什麼都好 都不會觸犯到 這條法律的任何一個章節 是不會被這條法律 影響到 甚至乎 就算被人砌生豬肉也好 都不會用這條法律來砌他 這條法律就叫做婚姻法 現在不是 現在是在中國頭上去 你不是很喜歡守法嗎 你是不是真的這麼守法 你是不是真的覺得自己 99條約束我不夠的 齊齊整整 100條 這樣吧 OK 如果你覺得 我不會犯法 所以 所以我結婚的話 我也可以的 我不會有問題 然後 是 道德 法律 之後的這個層次 就叫做精神上的層次 OK 我們在精神上 無論我們是幾歲都好 我們什麼社會崗位 有幾大成就都好 我們是不是四肢健全都好 精神上 我們都有一個共同之處 就是想離開痛苦得到快樂 是不是 離苦得樂 好 無論我們選擇 住什麼地方 吃什麼東西 穿什麼衣服 選什麼顏色的東西 首飾配搭 選一個怎樣的居住環境 全部都是想離開痛苦得到快樂 對嗎 你同意嗎 OK 婚姻是不是 帶給你快樂的東西呢 或者是 婚姻 是不是 帶 痛苦呢 哈哈哈哈 婚姻是不是你的痛苦 婚姻是不是你的痛苦 婚姻是不是你的快樂 婚姻是不是你的痛苦 婚姻是不是你的快樂 你自己答到了 答了 對不對 ав 既然 婚姻並不能夠令到你得到快樂 又或者令到你快樂 為什麼要攬他上身呢 便宜嗎 不用錢嗎 不用煩嗎 7-11 顧問人是相同性別 又或者不同性別的人走在一起 用婚姻去把他們綁在一起 只是聽到那一句 你餘生就要跟這個人和這個器官 沒有差別的 沒有選擇的 就是這樣 你覺得OK嗎 啊 反過來不是人嗎 我當是一間隔離酒店 你走到房間裡又告訴你 就知道你這輩子不可以回來的 你和這間房間無論貧窮、富幼、疾病還是什麼都好 你都會在一起直到the end of the day 誇獎 你肯不肯嗎 你肯不肯嗎 你肯不肯呢 你肯肯不肯 當然不肯 一間房間 你在裡面生活 我代表有二萬呎 所以有最豪華的設備 你也不肯 你怎會對著這件事 你怎會相信這件事 他餘生是對你這件事 是覺得沒問題的 他可以跟我對著這件事 到最後的日子 你也知道不是 你也知道不會 你還要跟著 中間夾著那個所謂 很神聖的那個說 I do I do 你覺得很噁心嗎 最後這個層面 其實不論是哪一種婚姻也好 在今時今日 也不要說是很有機會 但是不能夠排除 而一出現的話 就會令到你的生活 下降了一個 下降了一個 沒有辦法用儒家思想 來挽救你 或者確定的 一個 一個漩渦 這個就是現在很流行的 所謂性別流動 解釋一下 你們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 幾個婚 有一天 你老婆跟你說 其實我是一個男人 所以以後我會站在這裏 我知道 我知道會 漏出來的 我不管 總之 我是男人 我怎麼會坐在這裏 我抹吧 你自己的敵到 到處都是 在這裏 我不行 我先去看 作為一個異性戀者 的男人 娶了一個女人回來 然後有一天 他說自己是一個男人 我想問問 孔子那些什麼儒家思想 哪一條可以幫到你去處理這個狀態 然後明天 你老婆又說 今天其實我是一個女人 後日 我回家 我做一個男人 你帶她去看精神科 我不是精神科 這叫性別流動 同樣的情況 如果發生在 同性婚姻兩個男人身上 有一天其中一方 我今天是一個女人 突然因為我是一個女人 所以我喜歡男人 所以我很愛你 然後 一個TV跟一個TVG 然後有一天 那個TV跟一個TVG說 我今天覺得自己很女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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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猜另外一個TVG會怎樣 你知一下 一拔刀子這些 通常兩個男人是很少的 通常用得 空氣 會見血那些 通常都是女人 就是這個叫什麼層面呢 潮流 這個潮流的層面也不能忽視 尤其是性別流動 還有性別自缺 身體自缺 我的身體 我的性向 我的性別 由我自己作主 這一刻我覺得我是男就是男 這一刻我覺得女就是女 這一刻我覺得自己不男不女 或者同時是男 亦同時是女 都是我作主的 劫不貴婚